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今个星期的每周评论,我是陆君乐 在上星期六,也就是8月5日 英国有一个很另类的马拉松举办了 就是自慰马拉松 听说马拉松主办有三个目的 第一是推广性健康 第二是为了预防爱知病酬款 第三就是希望破除社会上对自慰的错误观念 的而且确,在华人社会里面 其实对自慰这种行为 是有很多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教导 例如很多学武之人 他们师傅都会跟徒弟说 一滴精,十滴血 所以自慰是很危险的 第二就是,例如手阵 会引致夜晚的,如果自慰得多 第三,甚至乎有个说法就是 因为自慰得多是会影响身高,影响法育 所以自慰是十分之危险 以及不能碰的 虽然自慰马拉松的主办人说 其中一个目的是要破除坊间对自慰的错误观念 但事实上社会对自慰这种行为 仍然是有多争议的 第一,经常的自慰 是会有可能引致日后性生活里面 出现早洩的现象 原因是当事人在自慰的过程里面 是希望尽快达到性高潮 而这种行为变成了习惯之后 就有可能会引致日后夫妇之间的性生活 真的出现早洩的现象 第二,自慰本身有一个不可以没有的动作 就是性幻想 而性幻想很多时候都是要依赖色情物品进行的 很多时候甚至乎在日本的很多成人电影 他们制作的过程里面 都一定会考虑到男性观众 他们一路看色情影带 一路自慰这个时间来做考虑配合 第三,就是一个寸溺的可能性 无论是智慰行为本身 或者使用色情物品本身 都会有可能引致的寸溺行为 寸溺集化 第四,就是性行为本身 其实是追求两个人一起结合 的而且确人类本身是有性的冲动 性的渴望和对性的追求 但是我们这个本能是追求两个人之间的结合 但是智慧作为一个人进行的 所谓的性行为 究竟是不是一种完整的性行为呢? 听过很多性治疗师他们说 他们接触过处理过的一些个案 就是一些夫妇之间的性生活不结条 原来原因就是其中一方 他们习惯了用智慧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性需要 而这一个的习惯也都达到夫妇之间的性生活 夫妇之间的婚姻生活里面 所以就影响到两者之间的性生活 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回智慧马拉松 这一件事件或者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看得出其中一个现象就是 字眼上的变化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都会将一些间时我们视之为 有点负面的字眼中性化去价值化 例如智慧在十几年前 通常都不会用这个字去讲 通常都会叫自族 或者手人 又或者我们在很多报纸 现在都很少见到妓女 或者男妓一些的字眼 或者娼妓 很多时候也都会用了性工作者 这些字眼去取代了 近时一些够负面的字眼 第三 又或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最近的很多报纸 都有一些报纸 他们会将戀童癖的戀字 但最近有一些报纸 将戀童癖转成戀童 第一 没有这个癖字 首先将戀童癖 有疾病的问题 就拿走了 第二 戀字用了外戀的戀 下面是个心 而不是个女 所以戀字 也都已经是变化 亦都很大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第二 就是随着性解放的风气 在全球进行 很多人士支持性解放 他们都认为 要将一些戀童 视之为禁忌一些行为 或者观念平反 就是要将这些行为 要大众社会 都认为他们是忠诚的 甚至乎是武害 又或者是对社会 或者对个人 是有利 有益 是有建设性 模仪的社会 仍然存在着很多 对性不合理的禁忌 又或者一些错误的知识 但是情况就好像钟摆 由一个极端 去到另一个极端 社会 特别是年轻人 其实更加需要全面 正确 也都包括价值 灵理的性教育 而非一面倒的 认同所有行为 或者观念的性教育 又或者认为 全部行为 观念的价值 都没有分别的性教育 其实家长 或者教师 都可以趁着一次事件 跟子女 或者学生 进行一个讨论 看他们对自慰 这种行为的看法 又甚至乎 看他们有没有 一些错误的认识 如果他们有错误的认识 亦都可以趁着一个机会 去糾正 他们的错误的观念 或者一些资料 无论 学生或者子女 他们认为 这种行为 是十分之方便 解决性需要的方法 也好 又或者他们很忧虑 智慧 会影响到他们的法育 夜盲 增高 其实 大前提就是 家长和教师 对这种行为 亦都是对性教育 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这是更加重要的